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有一句話說 10個媽媽 9個歪 怎麼歪掉了呢 到底歪了哪裡 原來骨盆歪掉 整個人身體也就不正常 開始酸痛就出來了 就連大家很熟悉 SHE很年輕的AILA 居然也這樣 她在3年前生下了寶貝 進寶之後 她自己在臉書上就透露了 說生產過程當中有點困難 結果後來居然造成 子宮還有膀胱脫鎚這麼嚴重 它影響日常生活 打噴嚏 原地跳躍跟跑步等等 都會造成尿失禁 真的會這麼嚴重 根據台灣的統計 大概在45歲以上 可能會有30%的婦女 會有漏尿的情況 他們研究起來 就是像這種壓力性的 像AILA這種是壓力性的尿失禁 她主要就是因為懷孕的過程 她可能就是小寶貝的重量 或者是她平常 最有在負重的運動 像有些人是太肥胖了 或是平常有便秘的習慣 她骨盆腔底部的肌肉 比較鬆弛 我們骨盆腔底部的肌肉 它就可以協助我們 控制我們尿尿的時候 是不是要想要上廁所 或是想要憋尿 所以她這個情況就是 大部分的婦女在生寵完 大概一到兩個月 她慢慢會恢復 但是還有少數的婦女 她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 跟年齊或是其他的情況 她沒有調養好 可能就產生漏尿的情形 可是AILA那麼年輕 而且她說用護墊 難以防護 甚至連褲子都濕掉 然後三年前生下寶貝 隱忍了兩年後來才治療等等 所以包括瘦瘦的女生 我們剛剛說10個媽媽 9個歪等等 包括瘦瘦的女生 生完小孩都可能會這樣 因為我們在懷孕的過程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 這個骨盆腔要容納小朋友 所以我們的身體會去釋放 一個基礎 會讓我們的韌帶的地方比較鬆 有點像這張圖 原本正常的骨盆是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裡就寬很多 因為要裝寶寶的關係 是的 所以它會配合 變得比較開比較鬆 所以這樣我們產後之後 可能就不適合搬重的 可能要稍微調養一下 然後除了餵養小朋友以外 可能就不要自己去提重的 或是搬重物 因為我們骨盆腔的底部的肌肉 還是需要時間去恢復 甚至於就是可以考慮 做一些凱格爾的運動 讓我們骨盆腔底的肌肉 獲得一個訓練 然後它就可以恢復到 控制我們的小便的狀況 所以骨盆如果歪掉的話 不管男生或女生 可能會造成漏尿 還有哪些問題 對 因為剛才那個主任 有在講 你自己想想看 你看連那個開口 都可以被撐得這麼大 你的肌肉是要被拉得多 是要被拉得多長 對 所以我才說 生完小孩的那個婦女 她的那些 因為大家都知道 旁觀有個所謂的擴約肌 你平常只是很緊的 有尿的時候當然可以撐得住 可是在懷孕過程中 它都被拉得這麼長 橡皮筋拉久了 都會沒有彈性的 而況且媽媽是被拉了10個月 她的擴約肌當然沒有力量 當然如果你保養得好 可能在一兩個月之後 慢慢又恢復彈性 可能又開始不會漏尿了 到底骨盆為什麼這麼重要 大家都知道骨盆成先起後 上面連著我們的上半身 底下連著我們的下半身 它歪掉就是上下一起歪 所以最常見的聽到 大家說骨盆歪掉會肌肉痠痛 我沒有很常聽到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骨盆歪掉 你的性功能可能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性功能有一部分 像以男生而言 男生的勃起是受到 副交感神經去控制的 你知道我們的副交感神經 從哪裡發出來 一個是頸椎 一個就是底下骨盆腔的 間椎 腰椎的地方 底下的地方 所以這邊至少占了 快要一半的副交感神經 從這邊發出來的 交感神經是從頭頸椎 一直到底下都有 所以大概在五分之一的 交感神經在骨盆腔的地方 可是副交感卻有 大概一半的地方 在骨盆腔的地方 大概副院長他講的就是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骨盆腔裡面 它其實除了我們的膀胱 我們的暖巢 子宮 或是攝護腺以外 其實裡面還是有很多神經的 黃色的都是我們的神經 所以它這些神經 如果受到影響 它會造成痠痛 或是其他功能的受限 對 因為像這種神經 被人家扭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能就是 副交感的功能就會變得很差 事實上 我剛才講 以男性而言 你的勃起就是要靠 要你的副交感神經 所以你長期如果骨盆不振的話 像很多做辦公室的人 他常常做的都歪歪的 大家都做歪歪的 很多人40歲 50歲辦公室 做久了之後 發現自己的興趣 慢慢的下降的時候 他都以為他是不是 男性更年期到了 有時候只是不是 他是因為太久做了 也會造成性功能不拒 另外就是膀胱 要把尿排出去的時候 也是需要副交感神經 你長期在那邊做得很久的 骨盆歪歪的時候 你會發現小便會小不出來 或是貧尿 就是小便的控制也會怪怪的 所以這個骨盆歪掉 其實影響到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想問 因為女生可能是因為生產生寶寶 會造成這個骨盆歪掉 那以男生來講張老師 有哪一些狀況 可能會造成骨盆歪掉 其實以我們的角度來看 骨盆歪掉當然是個問題 但很多人認為歪掉是因為 知識不良 但其實在我們來看 骨盆歪掉其實是因為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就是這個後側鏈 肌肉無力的導致的 比方說像我現在可以做指 那一定要靠我的背肌收縮支撐 假設我的背肌一放鬆 沒有力量 就往下 就往下彎了 彎下去的時候實際上身體 就是透過改變脊椎的角度 利用椎骨跟椎骨互相擠壓 來支撐重量 原本我是站直用 坐直是靠脊軸 放鬆靠椎骨去支撐 那他就會形成 看像前面的圖這樣子 比方說像我剛剛這樣一彎下來 就是典型的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椎骨就 在這邊擠壓到 那這個點的壓力 就會大於這個點 所以短期間內 因為不用處理 你會覺得比較輕鬆 長期會因為壓力的不平衡 所以導致椎尖盤 往這個地方突出 所以還會有椎尖盤突出的問題 那如果說更嚴重的話 這個椎骨之間還會互相摩擦 就會誘發骨質增生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鵝骨刺的現象 那這個土是往後彎 那這個是往前彎 但它的原理都是一樣 就是肌肉不出力 改用椎骨來支撐重量 這個代腸現象 短期間讓你覺得舒服 長期間導致椎尖盤 跟我們講脊椎病變的 其實如果用這個骨盆看就會很簡單 就是我們如果做 如果是彎腰駝背做 那我們的骨盆就會 相對我們的脊椎會往前彎 它就有點像是一個後傾的狀態 那如果我們小腹都沒有 腹部的肌肉都無力 然後往前傾 那這時候屁股就會翹翹的 那這時候我們的骨盆就會前傾 那分別會對脊椎造成 椎尖盤不同的地方的壓力 所以如果以這一張來看的話 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因為 你的姿勢不良可能會造成股平前傾 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後撤肌群沒有力量的話 就問題很大了 葉光老師你就有學生 就是剛剛江醫師講的 就是造成了性功能畫面的問題 我講兩個例子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我有一個學生28歲結婚 大概30歲過後 他不太有性質 男生不太有性質 女的 男的都一樣 就是不是很有性質 然後我看他的屁股開始變大 我就問他 你的工作是不是坐在辦公室 其實是這個地方開了 因為我是教氣功 我們說人要有骨氣 這個骨氣是真的 這個骨頭裡面要有能量 後來我就教他開始練功 因為他想懷孕 他10年都沒有任何消息 然後後來我就說 他開始練 我說那你幫老師做一件事情 你要禁育4個月 或者你一定要避孕 我說下個禮拜 你就會知道我的意思 兩夫妻練了之後 然後下個禮拜就開始就 性質高昂了 然後我說 因為你現在要養自己的身體 先不要讓他懷孕 至少練4個月 然後讓一切都準備好 他4個月他就懷孕了 現在孩子有一歲多 所以也是那個骨盆 把他練起來有幫助 然後我說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他說牛仔褲 全部可以穿小一號 因為骨盆收進去了 然後他那個體型就出來 屁股就翹起來了 然後另外一個很 是我教功第二年 我對功法就很有信心 然後是一個香港的僑生 然後他洗腎10多年 他也是學了之後 那說幾歲 洗腎了 他來跟我上課的時候快60歲 然後他洗腎10多年 然後他練了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老師 因為他口音很特別 所以我問他才知道他是僑生 他說我洗腎之後 將近快20年 是早上沒有養菊 就是早上的這個生期 他說練功之後竟然 早上都生期了 生期了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說腎竹骨 腎氣竹的時候 這個骨頭就會有力氣 它就會合起來 OK 這個功能就恢復正常 好 所以重點是告訴大家 怎麼樣讓你的骨盆變正之後 其實你人也不痠痛 而且很多應該要有的功能 甚至這個 像剛剛一開始提到尿失禁等等 那已經真的是影響到生活了 這些都可以改善 所以燕煥老師 你既然這麼有信心 今天叫我們功法 好 要馬上見效的功法 因為現代人都要求 立刻馬上有效 把我們的兩手撐開來 兩手撐開來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手掌撐起來 為什麼要撐起來 因為這邊有三陰莖 讓這個氣能夠順暢 把我們的左腳往前向上踢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 就這樣就好了 這好像踢正步 這個功法實際上叫做 陽關抬腿弓 因為我們的後腰有一個穴道 叫腰陽關 我們的膝蓋也有一個穴道 叫做西陽關 這個陽關如果它堵住了之後 氣血循環變差 中醫跟氣功學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就是氣型則血型 氣血型則白病除 這邊氣通了 血液循環好 這邊肌肉才可以得到滋養 代謝才會變好 我覺得我們主任很想做 來主任在旁邊一起練一下 其實真的是不難 而且是馬上會見到效果 我們看到這個骨盆 我們看到骨盆 其實是筋跟肉在支撐著它 所以這個動作會訓練我們的肌腱 我們的肌肉會有力 好 現在有一個訣竅就是 我抬上來的時候慢動作抬起來 這骨盆頭筋要有力 我的腳尖是朝上的 果然加油 所以不是踢腳 踢腳就沒有效果 它是把腳尖向上抬 這平衡要很好 我抓著你 OK 好 這樣子才有效果 因為整個氣 陽氣就啪就上來了 可是到底要抬多高 像一開始我們沒有辦法抬高 不是在比高的 只要腳尖向上 這個氣就上來 就這樣子 然後當我們骨氣足了之後 人就不容易晃 那我想問 所以這個晃跟胖是無關的事 這個是平衡感的問題 我想問 你看 大家一開始如果說會晃 我可不可以一邊貼著牆壁 還是不行 可以 可以 一邊貼著牆壁 你把一關老師當牆壁 然後踢向上 把它抬起來 所以如果是老年人 你就可以或站不穩 就用著牆壁 好 那你越練就會越好 腳就慢慢就抬上來 真的 這個腳 見笑這麼快 我看你還很久 馬上即刻有效 實際上從氣的角度來講 我希望把我泳泉穴的氣 打到我的百匯 天啊 爽上來的概念 所以就會到最後就上來 這樣子訓練 骨盆的幫助就會非常大 是 整個肌腱肉有力 這個骨盆就收回來 效果非常快 你只要練三分鐘 你就會發現開始出汗 主任你覺得呢 練一下的感覺 會不會覺得你的肌好緊 就比較不會晃 你看越來越不晃 對 因為他整個肌肉 立刻見笑 立刻馬上有效 可是我也有問題 因為像主任在踢 你再踢一下 他感覺就沒有像你 他會有點身體往後 這樣到底有沒有用對力氣 一開始因為在訓練 因為這邊的氣還沒有很順暢 多踢幾次之後 氣一順暢 腳就可以很自然就抬起來 就是多練習 你看三分鐘就有這個效果 好 練三天還得了 真的 所以觀眾朋友 待會葉寬老師還有另一招 也很厲害 廣告中來看 我們怎麼知道自己的骨盆 有沒有歪掉一個小檢測 當然我們要幫你把骨盆 用一些方法 盡量讓它回正馬上回來